俄乌战争快满两年 虽然俄罗斯经济制裁缠身 但这片蓝色大海 恐怕让制裁效果降到最低 两艘俄罗斯游轮在地中海 一大一小并排 小游轮载的一桶桶原油 全往大游轮送 好巧不巧 小游轮的拥有者 就是西方制裁对象 大游轮背景也不单纯 两艘船秘密行动 海上转交货物 成本其实不便宜 透过习产地的方法躲开西方制裁 俄罗斯战争打越久 军事预算却越高 今年突破总支出三分之一 打破历史 帮助莫斯科越来越富有的大买家 是印度 去年588趟油轮运输 进口370亿美元 俄罗斯原油 而印度几家炼油厂 也渐渐被俄罗斯收购 讽刺的是 印度拿到原油后 经过提炼燃料 最大宗竟然卖去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 最终俄罗斯原油还是卖往欧美 全球贸易下 经济制裁漏洞太多 对俄罗斯恐怕不痛也不痒 TVBS新闻众话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